走開 請坐 讓我插一張 各位未來台灣民政會的公務人員 大家好 好 現在都很高興 那高興說稍後要回去 我知道 沒出頭天啊沒有不對 來 這個 開始的時候 我要跟大家報告 家庭作業 我們有兩本的那個告知 一本是中國國情報告 因為我沒有辦法在兩個小時之內 把那個中國國情報告完全念完 所以我只有挑了一小段 那這一小段呢是可以代表說 中國解放軍的上校自己所寫的 是完全不能作假 而且呢 其實他所講話的這一段 是有錄影帶錄像帶 因為這個人啊 講了以後呢 那個美國的CIA 把它全部錄下來 同時啊 把它翻譯 翻譯以後呢 它原來是 那個簡字版啊 就是中國的那種簡體字版 後來呢 我們是把它翻譯為那個繁體版 讓大家能夠看得懂 所以這個代序 我是覺得非常可憐啊 因為他最近啊 我們開始以他的演講稿 當作教材以後啊 他被調回北京 所以他本來是坐在廣東啊 現在已經回到北京去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教材呢 更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讓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啊 能夠了解 到底今天的中國是什麼情況 而且中國人 他的內心裡面呢 所想的是什麼東西 而且全世界上這個國際上面 美國的這種觀點 各方面當然 都可以從裡面去了解 那事實上 他所寫的美國的觀點 坦白講裡面未必說 真的是全部都講對了 有很多事情呢 他也未必講對 特別是代先生呢 他沒有學過戰爭法 他還是停留在那種中國啊 那種古代 戰地為王的那種心態 就認為說 他我打贏了 這個土地我把你佔領了 就是我的 他不知道說 戰爭法裡面有一個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的這種規定 但是呢 中國的官方啊 中國的高層啊 他們當然非常非常清楚 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美國跟中國就會有一些衝突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現在一直想要向美國討好 特別是美國的很多的政策啊 都是明的不講 但是都是完全針對中國而設定的 那你說美國會不會害怕中國 如果在武器來講 他是不害怕 在經濟上來講 他是不害怕 什麼地方會害怕 他的人口太多了 這種人口那麼多 那這些人口都是在 中共的政權之下 替中共在做工幫他賺錢 因為 中國就像我在昨天上課的時候 所最後所講的 中國人 你如果把它看成是兩種螞蟻 一種紅螞蟻跟黑螞蟻 整個中國的共產黨黨員 就是紅螞蟻 那一般的老百姓就是黑螞蟻 那黑螞蟻呢 專門在替紅螞蟻做工 賺的錢讓他去花 然後用那種民族主義啊 鼓動所有的中國人啊 來反對西方的一些文化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這個尖閣群島啊 就是釣魚台啊 他的很多的做法都是很過分 其實像這種東西啊 你不只是用戰爭法 而且你還要用你的頭腦 來對付整個國際上面的潮流 例如這一次香港呢 所謂的保調團體啊 強行登陸這個尖閣群島 同時在上面呢 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子 還有中華民國的旗子 那麼他插了這個旗子啊 對我們台灣民政務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影響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到今天日本人普遍性的不了解 也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因此呢 在日本 那個香港人把這個 中華民國旗子煞上去以後啊 整個日本人啊 本來說對台灣的印象很好 結果因為把中華民國等同台灣啊 那這種錯誤的印象呢 形成以後啊 那麼就對於台灣人啊 有所誤解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上過課以後 你以後看那個新聞看報紙 馬英九在講了很多的話 你都會非常了解 你可以發現這個人啊 是反反覆覆 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 其實馬英九本身啊 我很坦白講 馬英九他本身是 這個美國的綠卡的人士 不是公民 他是綠卡 因為我曾經在他當當選不久的時候啊 第一任當選不久的時候啊 我曾經以馬英九的身份的問題啊 向美國的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後來呢提出告訴以後啊 這個美國的CIA啊 曾經派人到台灣啊 直接面對的我啊 告訴我說 馬英九呢 他是綠卡 不是公民 而且他提出證明讓我看 也就是說馬英九 因為柏瑞光啊 跟我們講 在電視上曾經講過說 馬英九的身份啊非常複雜 這個所謂的複雜的意思就是說 馬英九今天的名字 是留在美國沒有離開 因為他是當時離開 這個美國的時候 是坐車到加拿大的多倫多 然後由多倫多呢 坐飛機回來 所以在理論上法理上 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 美國的本土這塊土地上面 因為這樣這種樣子呢 就代表說馬英九呢 事實上他的身份的複雜 複雜性在這個地方 可是柏瑞光呢 他沒有講 因為他認為馬英九啊 在台灣呢 可以幫美國執行他的政策 可是事實上呢 馬英九旁邊一大堆的 所謂的台灣的中國人 這本來是台灣人 可是就變成幫中國去做事情 幫中國人啊 這個想要把台灣拿走 可是你要了解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百分之百不可能 最近美國的態度已經非常非常強硬 如果你看到美國的國務院的官方網站 在8月20號 今天今天是9月2號 在8月20號的時候啊 正式把台灣的部分啊 全部改寫 本來他原來台灣的網站裡面是講 總統是馬英九 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現在已經把他的全部取消 事實上 美國把台灣的網站全部取消以後啊 現在所列的並沒有 已經沒有講說中華民國是台灣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開始 他要開始承認說 今天美國軍事政府仍然在台灣佔領中 因此呢 我相信啊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啊 台灣民政府按照國際法 按照戰爭法 絕對會很快的得到政權 那我也感覺到說 我們台灣人的嗅覺啊 非常敏感 不是真的去皮 嗅覺很敏感 你看今天做得滿滿的 因為已經快到了 現在在座的各位啊 就是我們未來的這個民政府的高級的行政人員官員 自己鼓勵一下吧 來請你看那個講義 因為今天我要講這個講義啊 這個是以後人家會問你很多的事情 那法理上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你打開第六頁 請你打開第六頁 那麼我打算從那個2006年10月24日 我們今天也特別感謝這個我們的高砂同胞啊 60位來參加今天的會 這是最多的一次啦 高砂同胞呢 終於啊開始逐漸在覺醒啊 這個美國方面啊也曾經講過 可是高砂同胞呢 坦白講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 接受了中國的那種錯誤的教育啊 他看清了自己 他沒有看中自己 輕視自己 所以今天呢 高砂同胞呢 來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特別高興 而且特別的鼓勵我們這些高砂同胞啊 我們大家拍拍手鼓勵這些高砂同胞 事實上你們來參加我們的這個研習會啊 這個台灣民政府的研習會啊 最害怕的人是誰你知道嗎 是中國國民黨 因為他說有這麼多的高砂同胞 跑去參加啊 怎麼可能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今天的高砂同胞呢 幾乎他們在法定上面啊 成立的高砂原住民自治政府的 法定的那個人數啊 應該如果這一次回去以後啊 基本上我認為說 他們已經達到了法定的人數了 所以達到了法定人數之後呢 以後他們也可以 開始重重次次的成立 然後有很多法案呢 可以開始逐漸的立法 因為我們對於高砂族的這些同胞呢 這個根據美國軍事政府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有協商啊 這些自治政府呢 我們要把他們的土地啊 要還給他們 同時要他們有自己的警察 自己的學校啊 自己的文化能夠保持 但是呢 我們要也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說高砂同胞們啊 你不能夠把你的土地啊 隨便的賣 因為以後由高砂原住民自治政府啊 直接控制 不能夠交給個人啊 去把它賣掉 不要說今天給你啊 然後明天你把它賣掉 那這沒有辦法 不要說因為我認為啊 這是最後一次高砂同胞最後的機會啦 你如果給你的土地以後 你就把它賣掉啊 我看以後永遠不可能了 因為不可能再有台灣民政府出現啊 這樣好不好 好 這麼小聲呢 好不好 來看一看 你們沒有權力的拍什麼手啊 是高砂同胞才要拍手才對 來2006年10月24日 本土台灣人林志生率同228人 向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 控訴美國總統國務院國防部 這個暗號 E2.06-CV-01825-RMC 那個雙方呢 經過12次的攻防 也是我們今天能夠站 坐在這裡上課的法理的根據啊 就是主要是這個控訴啦 我們有這個控訴以後啊 美國逼得他不得不承認說 這個就是事實 因為這個是事實 那今天台灣還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中 因此呢 他就不能改變 而且要主動的協助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槍 我們不用砲 我們用一支筆 跟大家的心團結在一起 就能夠控訴美國 而且得到美國的承認 那你來看啊 2006年10月24日 我們控告以後呢 在2007年的8月30號 美國國安會資深亞洲事務主任 韋德寧啊 他講他說台灣或者說是中華民國 此刻在國際社會中並不是國家 美國政府的立場是 中華民國是個未有定論的議題 這個情況已經很多很多年 你看2007年告了以後 美國開始承認中華民國台灣都不是一個國家 這個已經開始明顯 從那個時候開始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就陸續寫了很多的信 跟美國的官服部講 同時也給這個國務院講 他說你的網站 因為每一次我們跟人家談的時候啊 這個網站他沒有改的時候啊 每一次人家就會頂我一句話 你回去看看國務院的官方網站 他他們怎麼講 結果是啞口無言 那今天呢 我也可以跟那些人講 你今天回去去看看美國國務院怎麼說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非常清楚 今天我們所缺乏的是台灣人怎麼樣能夠覺醒 能夠覺醒自己本身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華民國人是本土的台灣人 2008年2月2號這個時候法院還沒有宣判 但是那個時候啊我們有我們的律師的時候 我們已經都知道了 2008年2月2日 由台灣本土團體在台北依照戰爭法 就金安和平條約萬國公法的自衛權 宣布台灣民政府成立 那麼成立的時候呢 我們剛開始成立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轄下的台灣平民政府 剛開始是叫做平民政府 因為它的英文上面是講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那按照這個CIVO這個字來翻譯的話呢 就是叫平民 所以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三個月後我們就接受了美光美方的提議 因為從我們成立以後呢 美國的各個單位開始在跟我們聯繫 因接受他們的提議啊 我們就改名為台灣民政府 同時我們向全世界194個國家宣告 那這個宣告呢 我們有向美國 向日本 所以日本呢 曾經回我們一封信 就是以台灣民政府回答我們 另外呢 在歐洲還有兩個很小的國家 但是那個小國家跟我講說 我們承認台灣民政府 可是你要幫我們寫我們的法理論述 我說我寫台灣都來不及了 我寫那個歐洲的法理論述 我說我沒有辦法寫 另外呢 我們這個地方有 有一個國家是那個阿布亞新吉內亞 我不曉得你們曉不曉得 阿布亞新吉內亞的那個國父啊 是在美國念 在日本念書啦 這個也會講日本話 那因為我在日本也念書啊 所以我們他就很高興啊 那巴布亞新吉內亞是兩個國家 合併為一個國家 就是新吉內亞的那個那個 那個國父啊 去娶了那個巴布亞的那個女兒 結果兩個兩個國家就合併 叫做巴布亞新吉內亞 那個我們像他講的時候 他說沒有問題啊 我們都是留日的同學啊 我可以來承認 他說可是你幫一個忙 我說幫什麼忙 一年給我兩千萬美金 兩千萬美金 有兩千萬美金我就自己用了還給你 那他就講說 我現在承認中國啊 中國一年給我兩千萬美金耶 那我如果站起來公開承認 那個台灣民政府的話 那我就兩千萬美金就不見了耶 他說你成立台灣民政府啊 我跟你講我老早就知道了 那個時候李登輝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你們要趕快成立台灣民政府 我說真的還假的 我說李登輝我從來沒有聽他講過耶 他說真的是他講的 那他跟我講說當時他是跟李登輝講 說你們應該去成立被占領地方的政府 叫做台灣民政府 喔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啦 因為台灣人不懂嘛 我們根本從頭開始台灣人就犯了一個錯誤啦 因為中華民國開始的時候就跟你講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那就犯了啊 啊教科書 教科書都是這樣 以前台灣人都沒有喔 所以 對啦 對啦 以前是這樣啦 但是你看嘛 第一個他台灣話跟你禁掉 那原住民那個高砂族更不用講 他根本就把你的文化全部消滅 語言被消滅 那個民族必然毀滅 你看高砂族120萬 現在剩下51萬 全世界的人口大家都在增加 那高砂族一直在剪 這是為什麼我特別感觸 我們高砂族的這個同胞們 能夠大家來站在一起 來向美國來爭取 就是我們高砂族的同胞已經知道 其實高砂兩個字 你們不要去誤解說這個有歧視的味道 完全沒有 反而你今天如果當作原住民的話 我告訴你 像我們剛剛在拍照的時候 那個馬上我一個平譜之家 我也是原住民啊 我也要受優待啊 中國共產黨今天就是說 中國所有的原住民 包括台灣原住民 你聽得懂嗎 這是在政治上啊 開始要跟你把你畫等號 把你所有的原住民 歸類於他 那將來有一天你一定會被消滅 所以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高砂兩個字沒有輕視而是尊重 是誰給你的 是日本天皇當皇太子的時候到台灣 你知道這個葡萄牙人看到台灣 他怎麼講 扶我摩殺 對不對 把台灣因為很漂亮 所以稱為扶我摩殺 但是日本在這個史前 在歷史的那個以前啊 他的古書裡面就講 台灣是由很多的高山集合 而成一個非常漂亮美麗的地方 那個美麗的地方叫做高砂 所以當日本天皇當太子的時候來台灣 因為這些高砂同胞很會唱歌 唱得非常棒 舞也到的非常好 而且英勇善戰 所以日本天皇就是 哇這些高砂族的同胞啊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日本人叫什麼 把你稱呼為什麼 我可以講嗎 我可以講嗎 不要罰錢喔 可以講嗎 真的嗎 可以講喔 不能到時候罰我 我先告訴你喔 你怎麼有同意喔 好 番 把你分成什麼 生番 手番 結果太子進來說 你們不能叫這些人生番 這些人這麼樣的優秀 你怎麼可以把他們稱為生番呢 改名 叫做高砂族 多麼偉大的一個名稱啊 結果呢 國民黨的教育說 這是輕視你 他說高砂是 中國一個高山族 台灣把你造成高砂 no 完全不符合歷史 所以呢 我認為說我們的高砂族同胞啊 應該要把歷史再去研究一下 而且要很好的就是保留這個名字 因為美國這樣講 這些高砂族的 你們一定要把土地還給他 而且要幫他們建立他們的範圍 要有他們自己的檢查 他們自己的學校 而且我們今天民政府執政的話 從小學開始一直到大學 全部免費 我的暗示有效 來來繼續 我的時間沒多久 2008年3月18日 美國聯邦地方法官這個Rosemary 那個Corey判決 本土台灣人原告 基本上已經大約60年屬於五國級人士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人民生活在政治煉獄 承認台灣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中 每行政單位應該主動協助本土台灣人的人權訴求 本案可以上訴 這是地方法院判決 本土台灣人的定義是1945年8月15日 原大日本國籍的台灣人和其後裔 在那個法院的訴訟的時候 我們寫的不是8月15日 我們寫的是9月2號 因爲什麼9月2號 因為9月2號那一天啊 是日制簽署的投降書 那一天 因為投降書寫了以後 那一天為10點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所有的人 跟他的後代就是本土台灣人 這就是後來美國答應我們發那個身份證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很多人說 我爲什麼要領這個身份證 我告訴你你領這個身份證很簡單 就是區分你不是中國人 而且你是真的台灣人 所以你可以拿拿這一張 這個身份證你們也許沒有注意看 可是我可以今天上課的人 我可以告訴一個秘密 這個身份證上面呢 我們有一個class 那個級別啊 這個級別上面有TW 另外有一種是什麼 C 由中國來這裡流亡的人 他只有能夠拿到居民證 他是一樣的身份證 可是他拿的是居民 我們本土台灣人拿的是TW 是台灣人 這本土台灣人 將來TW的人 可以投票 可以當公務人員 可是你是中國的流亡政府的 對不起你不能當公務人員 你必須要轉化以後 才可以當公務人員 因為以後我們台灣的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將來會只有變成台灣政府 那個民會拿掉 等到USMG進來以後 那跟美國協商以後 他是不是在形勢上面 要怎麼樣來決定 讓本土台灣人 這個台灣民政府 轉型變成台灣政府 那個現在呢 美國的預計 我們轉型到台灣政府的時候 我們的辦公室 就會在我們的中興新村的那個地方 你記不記得當年 李登輝曾經有一度 政府曾經想說要把它廢省 而且廢省以後 他說不用那麼多集 只要有中央有地方 那個台灣省政府把它廢掉 後來為什麼改成洞省 因為美國堅決反對 而且AIT當時去總統府裡面告訴李登輝說 NO你不能改 因為台灣民政府 事實上台灣民政府 事實上就是台灣政府 那這個台灣政府 台灣民 這個台灣政府 台灣省政府的前身是什麼 行政長官公署 在1945年8月15號的時候 投降 美國就已經告訴了 在重慶的蔣介石說 你要有兩個組織 簽到台灣 一個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警備總部 所謂台灣警備總部 事實上就是中國台灣軍事政府 那台灣警備總部呢 就是等於像軍政府一樣 那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事實上就是等於台灣民政府 一樣的形式 所以你要了解當開始的時候 美國是按照國際法戰爭法 要求中華民國 一定要按照國際法行政法 所以剛開始中華民國 剛剛到台灣的時候 沒有不敢叫台灣人去當兵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他1949年的12月3號之後 第一梯次的台灣人被徵兵 就在那個時候 包括這個什麼 這個軍官那一次那時候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已經感受到共產黨 在全世界要擴充 擴充 而且在北韓已經有蠢蠢欲動 那時候 因為萬一 中共開始對外侵略的時候啊 那這個 就沒有辦法去防止 沒有辦法防止呢 他就利用蔣介石在台灣這一段時間 給蔣介石錯誤的訊息 所以就是說他可以徵兵 其實這是違反 完全的違反啊 這個戰爭法 是這不對的 冷氣壞掉是吧 啊 掉掉啊 去找那請那個游先生好不好 可能沒有水 不然大家會多四我告訴你 1949年12月 來 所以啊這個行政長官公署 一定會要把這個省政府廢掉啊 美國就出來講捐決反對 為什麼 因為美國知道 今天你台灣人還沒有覺醒 你不知道 但是總有一天你台灣人會知道說 要設立台灣民政府 那終於啊 在這個2008年的2月2號那一天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啊宣佈成立啊 所以美國也鬆了一口氣 他說還好我們去做了 本來是說認為要騙我們100年 為什麼要騙100年 因為他認為100年後啊 中國人跟台灣人全部混在一起了 但是很抱歉 我是台灣人 我不想當中國人 我們已經發現了 因此呢 美國在不得已的情況呢 他就一定要按照這個國際法呢 要站出來 來跟我們弄清楚 來再來 2008年的9月 美國的國務院他講 一個就是關於 關於與台灣接觸的強制性引導 這個其實這些東西啊 各位在報紙上面都曾經看過 美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國際運作 國際協議 國際聚會 是在不需要國家主權為參與前提的前提上面 美國來贊成 那你過去呢 你可能看不懂說 為什麼美國會這樣子講 過去你絕對看不懂 但是我相信呢 你在這裡受完訓之後啊 你就開始懂得說 過去美國為什麼會這樣講 很簡單啊 為什麼美國會這樣講 因為戰爭以後到今天 台灣的地位仍然被suspend 就是被懸置 因爲什麼懸置 因爲在舊金安和平條約裡面 對日本天皇的權利 把它suspend 把它懸置 把它吊起來 沒有讓這個日本天皇 達到他本來應該的責任 或者說他應該的義務 或者他應該做的事情 他不讓他做 但是這個不讓他做的 這個因素啊 影響了我們台灣的地位 再來我們可以看 2009年的4月7號 美國聯邦法院高等巡迴法官 Brown判決 64年來本土台灣人民 這個本土台灣人民 就是the people of Taiwan 各位 你頭可以抬起來 the people of Taiwan 美國耍詐 美國他利用他的英文優勢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上海公報 在這個還有那個817公報 建交公報裡面 他主要講的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可是 台灣關係法裡面 他講的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看 people of Taiwan 跟people on Taiwan 一般念書的人 of Taiwan跟on Taiwan 翻譯成為漢文的時候 都翻譯為什麼 台灣人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對不對 沒什麼 沒有反應 來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不是台灣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不是台灣人 怎麼分 台灣人 台灣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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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我們 我們是people of Taiwan 可是people of Taiwan 是誰 馬英九 有 他是華僑 可是跑到台灣來住 因為中華民國允許他 所以他叫做people on Taiwan 那美國很惡劣啊 所以美國過去一直以來 他對於中國人 對於中國國民黨 有好感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國務院很多的 這個 這個中下階級的這些官員啊 過去他的父親啊 或者是他的母親啊 或者祖父母啊 都是在中國傳教士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他就認為這些中國人啊 比較 比較對 可是台灣人很可惡啊 跟我打仗啊 而且把我打得稀哩花啦 你看那個 那個 那個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這一生啊 最恨的就是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 1941年的12月8號 7號轟炸珍珠港 8號 他住在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全部的飛機 一架不保留 由 台灣的飛機啊 把它全部炸光 那那時候他頭抬起來看 這些飛機哪裡來 人家就告訴他 是台灣 怎麼可能 飛那麼遠 因為以前喔 那個距離上很遠 零四戰鬥機啊 是非常輕 而且那個 簡直就是沒有防護措施 很輕啊 很輕的關係呢 就很容易裝很多油 而且飛得很遠 一次把 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 因為那個時候是菲律賓是美國的嘛 他把那空軍基地全部炸光 這也是為什麼 後來日軍啊 勢如破竹啊 在東南亞 進入那個沒有人的境界 因為空軍的武力啊 被日本全部消滅 所以 那個麥克拉斯他認為說 他這一生最大的尺度就是 他的部隊被全部見面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非常恨台灣人 因為我們叫做日本台灣人 所以 蔣介石是很喜歡他 所以蔣介石喜歡他 弄了一條公路叫做麥克拉斯公路 有沒有 我跟你講民政府一直這樣 把它改掉 改什麼 杜勒斯公路 好不好 好 各位 有恩報恩 有仇報什麼以後再說了 來 這個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無國籍 這個談到這個地方呢 我要再講一些法律上 讓各位很清楚的知道 什麼地方有出現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f Taiwan 在上海公報 這個1972年2月28號 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上面呢 講得非常清楚 the people of Taiwan 他談到這個時候 他講了台灣人 所以所謂的上海公報 曾經講這個 你聽清楚啊 每一次上課我要重複的講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都承認 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 代表中國的政府 美國 Acknowledge Acknowledge是怎麼翻 我告訴你啊 我們一般都不會翻 Acknowledge 有人說承認 No 這個Acknowledge也不是認知 在中文 在他們中文的那個字典裡面 沒有認知這兩個字 應該是什麼 得知啦 得知啦 耳朵聽到了 我美國聽到說 兩邊的中國人都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政府 所以有一些笨蛋啊 這個看了那個何睿遠的文章 就講說 台灣 這個台灣 何睿遠林志生啊 贊成這個把台灣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Acknowledge是聽到 耳朵聽到 認知 承認 這個東西只有在哪裡 在日本的詞典上面有 在日本的詞典上面有 日本的詞典上才有那個 Acknowledge 他解那個認 不是Acknowledge 就是認知啦 其實 Acknowledge 事實上應該是得知啦 聽到 美國聽到 聽到說 兩邊的中國人 現在大家都有煩惱啊 哇糟糕啦 糟糕 兩邊的中國人 啊糟糕啦 台灣要交給中國 各位 你什麼人 你是哪裡啦 你是台灣人對不對 對 兩邊的中國人跟你有什麼屁事 完全沒有關係啊 結果大家看到了說 要交給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沒有的事啦 清清楚楚的跟我們講 兩邊的中國人跟你台灣人屁事都沒有 你在緊張什麼 根本就沒有你的事情 結果自己聊下去說跟我有事 對號陸 各位 這個是英文啊 所以你不要看英文 這個英文的東西啊 我們是從小 我們不是學英文長大的 所以很多人他的英文他看不懂 看不懂沒關係 你就點點就好 黑皮 黑皮 臭皮 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啊 他是Acknowledge 像這種事情 這個People of Taiwan 只有在哪裡 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 817公報 上面刪住出現在上面 可是到了1979年的1月1號 台灣關係法的時候啊 美國這是他麻麻 他麻煩了為什麼 因為 中華民國跟他斷交 那中華民國事實上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流亡 他是從1949年12月3號 開始流亡 可是你流亡以後 流亡以後 會不會有外交 可以 就像當年的英國在倫敦流亡的時候 美國仍然跟他有邦交 比利時在那個倫敦流亡的時候 一樣有邦交 所以流亡政府有邦交 就像達賴西藏的這個流亡政府 在印度 一樣美國跟他雖然沒有邦交 可是有互相設有辦事處 所以流亡政府是有邦交的 在國際法上是完全合法完全對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也要搞得非常清楚 因為有人說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歸流亡政府 所以在1979年的1月2號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國正式的建交 他們已經變政治建交 建交以後他不能再承認中華民國 所以把中華民國斷交 同時你中華民國斷交以後怎麼辦 你再佔領中華民國啊 佔領台灣啊 你佔領了台灣 你這個延續下去啊 要讓誰延續 糟糕了 這時候沒有人延續 如果你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流亡政府沒有了 那你要幫他延續要怎麼辦 你就只好簽一個國內法 美國的國內法 把這個政權轉交給 這個台灣 authority 台灣當局 台灣 authority 這個台灣當局 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是變成兩種身份 一種身份就是他本身是流亡政府 而且第二個身份就是什麼 是佔領 代替美國的軍事佔領 所以中華民國兩種身份 他就在那裡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那都不知道啊 現在他比較對 他就說去另外一邊 所以這件事情 很多人台灣沒有辦法真的理解說 台灣的地位到底是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兩個身份 很清楚 而且也很簡單 當你清楚了以後啊 你就會判斷說 中華民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台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完全都不一樣 來繼續看 本土台灣人 無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 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政治領域中 台灣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中 美國行政單位應該協助原告的訴求 可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 各位 美國後來的這個 這個國務院有沒有幫助台灣呢 有 因為在後來呢 在2010年的時候啊 2010年的7月4號 很主動的跟我們講說 這樣子你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在2008年的2月2號 已經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他說這樣台灣民政府 你們可以在美國成立 成立一個辦公室 但是各位 成立辦公室要錢耶 美國很貴耶 美國的租金很貴耶 不像這裡耶 這裡是 我們可以卡那個油線熱的油啊 可是呢 你去美國要去卡誰的油 沒有油可以卡耶 這沒有油可以卡的怎麼辦 美國你要幫忙嘛 結果呢 美國還好 美國說OK 我幫你找在一個大使館地區 幫我們找了一個辦公室 那這個辦公室呢 你可以各位可以從我的名片 我的名片上面所印的那個地址 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呢 今天還是一樣 有一位這個專職的啊 秘書小姐在接電話 因為我們每一次跟美國這邊 那邊有什麼信件來往啊 就經過我們的辦公室 然後跟我們來往 像這一次呢 我們要去印度 要跟那個流亡 屠博啊 流亡的西藏政府啊 往來 就是透過我們的那個辦公室啊 跟他們取得聯繫 然後互相的往來 所以呢 這個辦公室到今天仍然存在 可是那個錢是誰給的 我不曉得 各位可以感謝上帝 還有神啊 如果你是佛教 佛教道教就是感謝神啊 如果你是基督教就感謝上帝 各位我們感謝上帝跟神好不好 拍手啊 你們聲音這麼小啊 上帝跟神不會感動啊 再一遍 我跟你說 我們覺得很光榮就是 有一個國家願意洗住我們 有的人就講說 你們在爆美國的大腿啦 我們何必靠外國人呢 我們靠自己就行 怎麼靠自己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靠自己 中華民國有刀有槍 你怎麼靠自己 難道我發刀槍給你 可以跟那個對幹嗎 台灣人很怕死的啦 你不記得那個黑刀心病 厚騰心平說的 不可能嘛 我們沒有辦法拿刀 我們沒有辦法拿槍 不要說拿刀拿槍 甚至於叫你拿石頭 你都沒有辦法 因為石頭也很重耶 根本就沒辦法嘛 你就擔心嘛 只要做苦工嘛 交稅啦 去做兵啦 所以我們啊 我們要用我們的頭腦嘛 我們用我們頭腦來 戰勝中國人 戰勝美國人 你說好不好 好 好 來看第七頁 2007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案號 NO9-33 這是本土台灣人 二戰以後呢 美日的太平洋戰爭之後啊 這是頭一次啊 向美國征服者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就是和平條 以及美國憲法提出的告訴 台灣人告到最高法院了 沒有啦 我算第一 我這不是說我算第一 我和2001個 被台灣人 一起去控告美國 那這228個 已經也包括了在座的各位 你說對不對 你們第幾個 第七頁啦 那這是高級班啊 普通的那個旗數你要記住啊 以後大家要比起手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那個 國民黨還有那個民進黨啊 我說你要來受訓 你要當官你就受訓 那如果後來受訓啊 你們在幾個 後來會講啊 我高級喔 國民黨跟民進黨要來受訓 我高級啦 我自己鼓叫你看對不對 我現在預言啦 他們大概在60期以後啦 所以後來比起來齁 你們在幾個 我第七個 就叫他們叫他學長 有的我想齁 我看很多很年輕耶 哇很年輕的學長一堆耶 各位 我們要堅持什麼 政治倫理啦 你說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這是政治倫理 不管你有多勞 你李正輝啊 一樣受訓 好不好 李正輝叫你學長不錯 馬英九要考慮啦 馬英九要考慮啦 馬英九如果他把他的所有的錢 全部捐出來 可以考慮啦 可以考慮啦 不要說的啦 因為說的就是我們民進府 以前為主 以後再談 來 2009年8月6號 被告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 向美國作為法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喔這個很厲害 放棄抗辯權啊 大家不要看耶 喔大家說哇 那個案子林志森已經輸了 你想 被告放棄抗辯 那是什麼意思 表示說 承認原告所講的全部都對 那根據美國的國安單單位告訴我 他說放棄抗辯 你說說夭壽喔 你拉著 你自己拔到 我沒辦法再給你贏了 我如果再給你辯論喔 台灣的真相就造出來 不然要造出來要怎樣 放棄嘛 他就放棄抗辯嘛 其實我是很清楚說 我又不把他辯下去 又把他吞下去 他就要說出來 但是他不要說 他說不要說是怎樣 我問你為什麼不行講 你法院為什麼不行講 他說 欸 稍等一下再說 讓我們這裏面 我們美國要把它整理好 整頓好 再來講嘛 這麼早講 台灣人也不一定聽得懂啦 欸有道理欸 你看我們受訓 這是我們有史以來 今天頭一次呢 200多人啦 將近240呢 頭一次呢 啊過去了 辦法很少 所以喔 台灣人 在過去他想不懂 他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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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什麼 如果現在要改變 現在好好 你有十八趴幾趟 當然很好 對不對 你有特種行業 什麼 哪一日 當然也好 啊你都沒有 我眼睛看另外一边 一国和万八户的大学生就没了 大学生就没头脑 助学贷款还他祝三 这款你都没看到 我看到那个助学贷款 到现在有九十万人 我就眼睛要练出来 我每次讲到这里我受不了 来 继续看 这个美国放弃抗辩权 按照美国的法律 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 表示原告贫图台湾人 在原审对美国政府所有告诉的叙述及法理见诀 全属正确 国务院完全确认 这个才是判决 报纸应该是这样写才对 这个报纸反而之前说我告输了 我呢 报纸都不可以写 报纸从来没有访问过我 实际说报纸都完全 实际说我这人有一个特点 你有注意过吗 我这人耐性很强 很有耐力 我不管善气而已 这是我政策很平衡 我如果想要怎么做 我做得要怎么做 做得低就对了 我没钱没钱我都做 我在想 台湾民政府照着你不太难 应该有很多 因为我以前很好 但是呢 台湾民政府 应该照着台湾民政府 如果我在以前 我在经营补习班 经营房地产那个时候 我风光了那个时候 根本 现在要找这些钱来干嘛 都是太简单了 我说命运就是要这样安排 朵朵一定说我这些钱 给中国给它收起 我就又逃难 还在海滨 在海滨 还在海滨 就给它掌握 我在海滨有掌握 你们不知道 有 你要听好 没拍手 没外公 这段 所有外国的人来问 都要听这段 好像不是我在公共书 我说你能说公共书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我从中国跑出来 坐到金門 坐到金門 离开岸边 还有四百公尺 四百公尺 渔夫跟他说下去 哇 这个是水 他说你放心 那椅子是硬的 椅子硬的 你会记得吗 有人在通宵 偷渡 偷渡的那些人 那些女儿 在那些院士区 我就想着 要叫我下去 我有付钱 我知道你要在这里下 因为我如果太靠近的话 那个公安会抓我 他只会公安的警察 会抓我 海 我不想去过金門 以前是否金門 我搞不清楚 我以前 也有看到 做兵的时候 要投奔自由 现在 跳下去 油油油油油 又回到金門 你不要听到天 对吧 我想说海 我也不知道 谁是否金門 要怎样 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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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去 我走下去 水到这里 到胸部 走 走到岸边 送到一口 但都没看到人 都没有人 前面是一片森林 旁边 一支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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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倒路 钢条 那很小片 因为 最早的时候 我第一步 打下去 刷的时候 那些椰子 就陷进去了 第二步 再打下去 再陷进去了 第三步 椰子 搬掉了 就穿着襪子 站在那里走 这样还没有关系 越走 刷越软 那些 软软软软 浴上去 那些膝蓋 我拔不上去 我下来 我问他 他有一个俗语 叫做 种萝卜 像种菜头 一个萝卜 一个坑 你把萝卜上去 再一步 走五公分 你不相信自己去刷 萝卜上去 萝卜上去 五公分 那是五公分 走得到 越来越浅 然后海 旁边都一支 一支 黑黑 我在那里 要刷人球 也没人球 我不知道是不是金門 我就不去 要怎么 对我在绝望 那时候 刚刚开始 我是这样 因为 因为坐在那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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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 那里都小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很累 不知道要怎么才好 但是我有炸手帕的习惯 所以我跟今天的危机 我天天都会戴着手帕 因为手帕会救了你 我用这个手帕 煮着 屁股 这样点 总算休息一点点 在烦恼的时候 我是七点登录 走到八点 一点就好 已经走不去 满身大汗 没法打了 没法打的时候要怎么 哇 豪哥在 我这个手机 在中国的手机 在这 有那个灯光一闪一闪 我看会通吗 会通 会通 我卡 我卡长途电 算是国际电话 那是中国的手机 卡电话 我卡电话 让我手帕 但我带来 我没想到我手帕 我怕 那时候走我手帕 不知道叫他 我没想到我手帕 我是那个朋友 我手帕 我记得印象很小 到今天还记得 韩国 打第三名的 做足球 那天刚才比赛足球 就是 2002年的6月29号 清楚吗 6月29号 我跟我手帕 我手帕 他说 你住在这里 我说 听说是金闪 他说什么 听说是金闪 我就不知道 是什么金闪 我就夫妻 叫他带我来金闪 就 就像是金闪 我下来了 现在金闪 我手帕 我说 你也帮我求救 要求救 他说 你就打电话给 那个勤务中心 因为 我们有朋友在 那个 警察学 那个警察学校长 是认识的 就打电话 就拜托 拜托 就好好好 就去说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灯在很 不知道要不要 那人天慢慢 慢慢 晚上 8点 我告诉你 这是真的 你的手 放在脸 那个脸 那个脸 你看不见 真的看不到 晚上到那种程度 我 不要死在这 那个不怕 我不怕 看上面 万里晴空 只有星星 万里晴空 但是我看那边 后边那边 本来是 厦门的所在 一片的灯火 好亮 早前 暗色 灯光 什么都没有 原来 在那个时候 当我在 开始在灯磊的时候 罗拜 他们海巡族的 有说 他们有两个海巡族 有看到我 那他们 他说 我在那边等就好了 等你你起来 我再跟他抓 我再接一台等 我等一天 等一天 我再没去 我再没去 他怕去 他那个人 那海巡族跟他说 他说 两个虎兄你问 你刚才有看 他说有 你有看 有 怎么没去 很处于 我这样看 看不 我休息这边也没电话 还电话 实通实不通 我说 我还要死在这里 很不甘 我少三千公里 我去重庆 成都 成都 我从哪里走 我走去後 我大乡 我先走去重庆 重庆有高速公路 但是我不敢把高速公路 因为他说 当时 中国我今天派警察 拦截 自己检查 因为我是药犯的 青菜药犯的 所以很危险 所以我就叫 我叫结婚车 结婚车 结婚车我包 坐到重庆 前一晚我没走 我到重庆 我在海边 在长江的旁 我在那里 因为 坐准 因为准 不用检查 新闻症 我给你告诉你 船不用 坐飞车 要检查 但是坐准 不检查 因为坐准 我以前 头文都把他背 跟中国人同样 都没在 下来 还穿 穿那些衣 都没有 链骨带 都摸摸摸 放在一个小包包 但是这样也没效 我一个链铛 有人说 你来自台湾 我想 我记得很像 就没像 好 这样 背后坐到凤姐 第一站我在凤姐 这凤姐 我怎么会知道凤姐 现在凤姐 长江三峡 已经摁了 我会做到凤姐 因为凤姐 我有叫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就是什么 他们老婆做死人 抠掉重点中学 无纪好达 无纪好达 叫学位 老婆出生 所以我叫我的校长 这个小孩 你跟他叫来 我让他讨三年 住在我们宿舍 都不用钱 他们不敢相信 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 说 这当属长 不知道中学位 我女儿跟他不上 难 那是一个难 后来我在全四川 八十八的贫困县 都叫第一名的来 所以我为什么能够在第一年 就考取三名的 北大三名的清华大学 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很少 没几个人 但是我头一年 我就教三名 北大三名清华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题外话 我现在就走到凤杰 凤杰以后 我是泽尊 现在泽尊以后 我又接受泽尊 泽到武汉 我想泽到武汉 到武汉 我就下车 我开始买家庭车 这段我过去都不知道 因为我今天中国会去 中历人去修理 我今天有人会去枪毙 所以我一直不说 已经经过十年了 所以我今天才讲 所以我到了武汉以后 我就抱家庭车 为家庭车 走到苏州 我离开 苏州离开上海是很近 差不多半年前就会到 但是 我没坐到上海 为什么 因为我怕它拦截 因为我相信 他们当时一定 清全力要拦截我 所以我离苏州 苏州下车以后 我又来 又用家庭车 因为上海和苏州这段 家庭车什么车很多 我在那包车 来去上海 上海我住在这里 我躺在江泽民 在上海住的那个饭店的对面 安全啊 因为江泽民 他住的地方 的附近的 那个饭店 没人会自己去检查 我躺在那里 我这样走 所以一向走回来 他要捏我都捏不到 为什么捏不到 我都躺五千饭店 但是躺五千 我自己去check in 我温死 我头子真好 您要知道吗 这个爱极 要知道吗 不然你会拍手的 我喔 我每跑到一个地方 我就去先找他 找那个 所谓的夜总会 夜总会 有啊 有女孩子 我去找妈妈桑 寄到边 两千块 人蜜就拿下 欸 帮我找一个小姐 晚上陪我 现在小姐找 我就给她五千块 有很多钱 五千块 跟小姐说 欸 如果我跟你一起去check in 我们会被抓到 你用你的名字去check in 然后我再进去住 这个钱都给你 你说 小姐会不会干 绝对干 绝对不 这头一次知道 我都没说 所以台商有的人 也可以问我这种方法 我沿路啊 住的是五星饭店 吃的是最法的饭店 我刚刚刚才两万块美金 我老早在软件的时候 我就一直存 存了两万块美金 那就可以走 所以 由上海呢 又坐到厦门 要坐到厦门 又是一个问题 由上海坐到厦门 如果坐飞车 要坐三十六点多 那三十六点多 要坐那 要坐那 那个有卧房的卧铺的那个 那车对不对 对 现在软卧 要什么要登记呢 要怎么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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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小姐怎么可以 要叫小姐你也拜託 那个会登记啊 因为软卧就是这样而已 那服务员啊 那要怎么走 那你 你要怎么 你那是什么 蛤 走哪里 躲三十六个小时 躲三十六个小时 不可能啦 我跟你说 你看我头脑看得好 我就 请了一个男朋友 和一个女妇 和我三个而已 对不对 照着你那个房间 要住四个嘛 对不对 起来 我给小姐 给那个服务员说 来 我们四个齁 就用这个房间 我给你买四张票 所以我们三个人 可是我买四张票 你不要登记 这些钱都给你 你说你干不干 干 耍你不只干 那一份也要吃饭的时候 他又碰来给我 服务周到 那我走到厦门 现在厦门要问得过来 我要怎么逃 奇怪 人家有这些大陆面 都在走 坐那些汤啊 有没有 我要去找汤啊 我也有去找喔 我走去平坦 平坦这么大 是那个渔村 四个去问笑 那奇怪 以前很多所谓 中国面大陆面 都坐平坦 为平坦去找 都很简单 我整天找不到 我要怎么 我那时候有朋友 那朋友给我介绍别的 你去找一个人 我去找他 我买你 你没去呢 那人 臭皮 因为 像我说臭皮 到他了 到我去吃饭 叫一些公安的来 我做一些吃饭 我做一些 膝顶 不知道 我怎么 所以吃吃刷 我就筋铆的 我就不必再说 钱就筋铆了 因为 我觉得 这个人 他要出卖我 得到奖金 我是重大的侵犯 所以 所以走後 我沒辦法了 我的運氣 我在走下去 想到 我在讓他軟禁的時候 我有一次我一個女老師 一個女老師 我辦一個學校 有一個幼典型的女老師 有一次卡電費給我 我看這個手機是886 那是886 我跟妳說 妳在台灣嗎 她說是啊 董事長 就考 董事長妳要救我 為什麼 我被騙來台灣 賣春 我跟妳說 這樣子我怎麼救妳 誰帶妳去的那個舌頭 你跟我說電話 告訴我 我來幫妳的 她跟我說電話 我跟妳說 我這個雞婆 救到我 真的救到我 因為那個豪媽 我有記憶 我的婆子放在裡面 剛才那個人在煩惱的時候 想到這個電話 我可以試試看啊 要看 我嘴巴卡電話 撥一下電話 通了 一個雞郎郎 舌頭 現在要跟她舌頭說話 又要技巧 跟她記憶的時候 妳不可以說妳是 做中國 妳要跟妳通知的逃犯 妳如果逃犯 要花很多錢 我現在存不太多錢了 要怎麼 我跟她說 我想想想 我在這裡受了欺負 我回到台灣開一個記者會 開山我就要回到 妳如果把她載到那個地方 一個禮拜以後 同一個地點 妳要下來幫她載 好啊 她說 好啊 好啊 妳說妳要到哪裡 妳是要到 她說要把她載到台灣 我說不用不用不用 金門就好 金門就好 我想要跟金門我就可以 我要處理了嘛 所以我說好好 現在知道 那個人也頭腦很好 他不亞於我 他說這樣 妳現在什麼地方都不能離開 電話交給我 五分鐘以後我們出發 那有厲害嗎 所以我什麼都不能 我不能再聯絡人 五分鐘以後 她用車 加載 載去一個漁村 這漁村喔 那個九月差不多五點 五點呢 在裡面喔 要不能出來 當然為了活命我都好 如果說什麼我都好就對了 這麼多 介紹喔 妳坐到金門喔 十萬塊啦 我說 這樣 我給妳十五萬 來回喔 這樣三十萬 這樣好不好 她說好 妳來回 這樣 我這座的十五萬 我現在先給妳 要倒回來五萬 定金給妳 因為我怕她打死了 我說我先給妳五萬 給妳這座的十五萬 還多給妳五萬 開心啦 不是她拿的 是漁夫啊 所以她給我載去的漁夫 把那個獅子給她講 啊 後來 講完後 我就在那等 等到六點 那個獅子喔 用歐洲外給我載 蹦蹦蹦 蹦蹦 只有一點太久啦 坐到海邊 想說好啊 以前是一隻準 漂亮漂亮啊 對不對 欸 十五萬的票 買一張 準票十五萬 二十萬 二十萬 最好的待遇到不是 對不對 好 我看說 海邊就不準啦 只有一隻那些 那個摩托 那些什麼 那個 三板啊 一隻三板啊 在那裡這樣在海裡 我說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準 坐在這裡準 就這裡啊 我說要坐在這裡 我坐在金門可以嗎 啊 你相信我啊 我做幾次來的漁服 好想 那個時候 我必須下定決心說 我要不要上船 我知道要怎樣 硬著頭皮上船 我一直要去那裡 我沒去是要怎樣 在前面喔 我多坐在那裡 那三板沒多看 啊 這樣貼 啊 上面有一個 大家看到的 都看到外面這樣 但是在的時候喔 那海水喔 就這樣噴了 會噴了 啊他後面就蹦蹦蹦蹦蹦這樣 我在前面喔 那海水喔 我沒在那裡 我這麼多錢 那時候 我有七百元你知道嗎 我這麼多錢 存在新區 回來 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說 但是我是說啊 還好啦 生命老掉了啦 好 這樣就 現在又回復到 我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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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喔 手 看不到 我手裡電話沒回 我害我運死的 在那個時候 我看到 台票啦 他說 切掉一下 那米金就好了 代表啦 二十萬是台幣啦 因為我知道 那兩萬塊的台幣而已嘛 美金嘛 啊 鐵頂喔 我知道怎樣 我把鐵掌插 我說喔 我這麼辛苦 走三千公里 我如果死在這 我會不敢玩啦 你 老天 老天 你來幫忙我 讓我搬下去 我的下半輩子 我願意為台灣努力 絕不食言 我說什麼 還記得喔 我今天我還不知道 因為現在是七月時間 我來講 沒關係啦 我說什麼 我的旁邊出錢會 二三十秒的火 在我的旁邊鎖 每一顆火 有三種熟 紅熟 紅熟 跟青熟 每一顆都跟大小顆 在旁邊繞 我這樣 那人都不怕 我真的不怕 我說 我是太累了 做夢 我用我的手 去電我的左手 電我的右手 我會痛 會痛呢 但是這個火喔 在我的旁邊鎖 鎖差不多十秒到十五秒 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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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一些聲音 從那個黑黑的邊傳過來 義士好像叫我要投降 因為金門啊 戰區嘛 自己要對我投降 我現在 手是有一個包包嘛 要投降 要怎樣 投降啊 不叫我把我開槍我 我就手會這樣 才漸漸不敢動 有兩個警察 喔 這個警察頭前要告告書 在這個 我要說 我不敢玩死依前喔 我有接一個電話 玩笑在他電話 他跟我說 鎖了 不敢動喔 你那是地理區喔 坐那裡面是沒有問題 我喔 我走的 走的 差不多兩三百公尺喔 一顆地理都沒打到啦 有夠喔 真的有夠夠啦 一顆都沒打到啦 沒打到 沒關係喔 我手裡說 你別人走喔 他們去幫你救 你別人走喔 那時候 我有一個 金門的很好的朋友 路面變成好朋友 我也沒有辦法 我手裡跟拜託 他也動完幾百的 在那裡stand by 說要 做處理的 因為我體罪 我就搞不清楚耶 因為那個 我打電話給金門的那個 那個那個 勤務中心的時候 他有問說 你在哪裡 我說 我不曉得耶 我只有知道前面是黑黑的 後面有很多的光 大概是那個廈門 可是我旁邊有一根一根的黑色的 你看小姐怎麼說呢 先生 我們全軍門都是黑黑一根一根的 都是反正路啦 啊 實在說 那個時候 他又超級 啊 不知道要怎樣 警察來幫我救 警察來幫我按 因為我走不去 我真的走不去 跟我按的時候 我頭一次 反悔到後悔說 我為什麼會這麼胖 警察喔 怎麼會 他會 他會去啦 但是說 臨死你怎麼這麼長 啊好 那不告他嘛 好 警察一堆 一堆在那裡等我 海防的 警察喔 把那個警察說 那個頭說 這個人要收押 這個人要 把他押起來 我上個禮拜有看到他 啊 上個禮拜看到我 我跟他說 你看到鬼啦 我上個禮拜看到我 啊 但是我就有一個朋友 真有告訴我 他把那個海瘋搶一下 你如果剛跟我捏這個人去關 你不就跟你拚 啊路邊沒有啦 把他送去 我沒有 用那個水擦擦擦擦擦擦 水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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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直开始疼 疼到什么叫做追心之痛 我是头一次知道的 疼到实际上 那个时候 我就那时候娃娃靠电话 成都 国安局给我软禁 我靠电话给他软禁点眼 我就说 我靠电话他说 董事长你在哪里 就是说 我已经在台湾海峽陪死了 他说 我们一回来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我们马上动员 所有十几个都坐飞去沿海去等 单四天看不完 我是21号开始逃亡 29号到金门 其他的时间 他都说没看到我 所以他们 单四天他 他中央又把他调车来说 这个人还在成都没有走 对成都大规模的搜查 但是呢 我算头哪里很好 我坐船 他做梦他没有想到我坐船 因为我当时要理会的时候 我想说 我当时是要走 由北京 然后走去日本 要是要来由福建 来走来台湾 甚至来走到 由四川 由云南 走公路 但路边这条我不怕 因为这条是贩毒集团很多 我不敢走 去日本那段太难了 路边我选这条 选择了 选择了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呢 2006年的6月29号以后 到今天为止呢 我都没脚头了 因为我就已经有宣誓过了 所以我会做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 张俊宏算很好大 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电视台的记者 我从来没有摸过 他说 林先生你要不要再当总经理 我算很高大的 我就去大型去做 做总经理 我做总经理的时候 我都没效果 礼拜六 礼拜天没有休息 我把电视圈摸得非常透彻 所以如果接着账款 我电视圈我整顿给你们看 绝对很舒适的 我说话 纯十五分钟而已 我不能再说了 怎么不可以 美国会骂 我们是法理课 你听一听 他现在在电视 电脑前面都说了 因为我这个过去 我都没说 他也等很久了 这好复都他有听 但他一听一段而已 还有一段 更清楚的 更有趣的 老百再跟你说 好不好 好 来 继续更快 20010年3月18号 东亚兼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秘书 他说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 要试着改变现状 美国非常坚强一致的支持 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美国常常强调这类的观点 给所有的国际社会的成员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 20010年4月25日 在台北市我们举行第一次 台湾民政府全球大会 我现在过来就是 20010年6月5号 美国国防部长这个罗伯特盖茨 他说 美国多年以非公开的方式表明 非常公开的方式表明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20010年7月4号 我们经过台湾民政府跟美国协商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DC挂牌运作 20010年9月8号 经过三方协调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四季饭店 举行庆祝酒会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 国家安全部 美国司法部军派员到场参加 祝贺 美方出席贵宾百位 台湾民政府人员80位 双方共襄盛举 2010年11月6号 台湾民政府在台北主政第一届 国务内阁参议院 成立六州跟高沙族原住民自治政府 依照战争法 承告给美国国防部等各行政单位 那个高沙的杀应该是十字旁 对 十字旁 应该是十字旁 高沙的杀应该十字旁才对 这个有打错了 来 各位 请你把头抬起来 告示 不是告示 我们整个台湾民政府到这个地方 成立医疗到今天为止 那时候我们开始就开始 跟美国都有联络 跟国防部跟国务院 跟这个CIA 跟国家安全局 跟那个司法部我们都有联络 我们联络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说你国务院 因为过去啊 国务院对台湾人非常的恶劣 他只要支持中华民国 他不支持我们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区 跟罗伯 跟最近 政策 跟法晋传传传传传 你再不改的话 我就要告你咯 你看看 所以 今年的 就这个月 上个月的8月20号 终于 终于 美国国务院 把 有关台湾的地位的网页 拉下来 换新的网页 这就要拍手了 这真的要拍手了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久 六十几年以来 这一头一拜 那现在一个这样做 有中华民国民进党跟你说 你这个台湾民政府在裁地位 我拜托你当时裁地位 你说要建国你有裁地位吗 这个地位是这个地位上前的 台湾民政府前的呢 我不是只有裁地位而已 我裁地位 我裁地位 说我们裁地位 你自己说一个公道的 我们有割他们的道尾吗 我割他的道尾要做什么 我们是裁地位 我们要裁地位 裁地位 裁地位 如果要建国才来说 当然我们有钱 那台湾民政府很好 比美国更好夹的时候 我们要独立 那都黏黏 但是这不可能 你会比美国更好夹 你也是都没智慧 比美国更好夹 你都黑白天 我告诉你 黑白天 所以我跟你说的话 你要注意听 我有时候会设陷阱 你考虑说 你有那个逻辑感 逻辑观念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也跟你说 不是说我讲的 你要相信 我讲了以后你要去求证 怎么求证 你要看书 看书以后 看电脑去查证 这个林某某讲的是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很聪明 但是聪明也不能骗 你说对不对 你有聪明吗 你有聪明吗 所以你不要受骗 而且你自己本身 在外面听到一些话 你要听 要听得懂 不是只听就好 要听得懂 听得懂 有的人 现在有的人会去陪陷 你自己跟他说 他自己去陪陷 他说 台湾这样好好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说台湾民政府 不好意思 台湾不好好 有人说 你往后走 说我们往后走 我跟他说 台湾人 从来没有往前走过 要往后走 往前走的都什么 他们中国人 好康的都他们 对不对 没台没机 他是一个难民 来跟你说他是眷村 他都保护台湾很多年 谁保护台湾 是美国保护台湾 他哪有在保护台湾 他是在吃我们的米 喝我们的水而已 尤其李登月 我感觉他实在是 他也 人家说他老饭店 我真的有声 怎么说 蔣经国是我的导师 民族导师 看到鬼 他2500台楼多少人 你自己说 他 所以蔣经国是他的导师 如果他的导师 就害了 没有那片 你看看 现在蔣英雄你给他导师 蔣英雄导师 我们预料说 台湾人去做 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国人 怎样撞得住 绝对撞不住 他自己扔 绝对说 切国 那是他的国家 你没台没钱 人家的国家 你去给他插 所以 有人 中华民国 有人 问我说 你从阿兵去弄管 你怎样看一看 我说 那人中华民国的事 与我无关 他有多 你把管 他没多 你就扔 你如果不扔 有一天你会很累 我自己要这样说 所以 老板 我们这个转型正义 一定要 确确实实的做好 做到 不能说 让他们怎样说 就怎样做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两千几个 这些受训的人员 是在全台湾里面 很少数很少数 你必然会在外面 碰到 很多 无理由的 无厘头的攻击 甚至于无虐 所以我可以故意说 你如果刚才那些事情 你不要再说 他记得 五百的台湾人 你只率服一个就好了 五百个说服一个 就够了 其他的你不要说服他 把他放掉 名字记起来就好 总有一天会给他转型正义 给他看 总有一天 宗友一天 宗友一天说 怎样 美国军事政府 在台湾的时候 我要要求我们在座各位 你们都有美国的国旗 你们都有民政府的国旗 你们都有 军事政府的国旗 这三个旗旗 拜托你们掛出来好吗 好 嘿嘿嘿嘿 你不要给他 放那些大声 是真的假的 如果没掛出来 我先跟你说 这样好吗 我小声起来 你看 我是说实在 这不是开湾 这要掛 美国国旗送你 今天有意思 今天有意思 拿美国旗 跟我们往前 两个人而已 这年久以来 一年半 都不沸沸 很奇怪 跟他说有掛 你要相信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 说整个 现在就有掛 你放在里面 你现在就要掛 你买那一枝 送你一枝 你不想掛 你放在哪 但是军政府 这个三个旗子 你有的有买 有的没买 对不对 你要把它掛出来 掛在哪里 随便你啊 你要掛你一堆也可以啊 掛在客厅 没买 没买 一年半 跟骑你都没人来跟他掛 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那两个说 那台风来 把他送一条而已 我没事 一条而已 就可以了 美国也觉得很奇怪 你们这有掛吗 我说有 你们都没来掛 各位 台湾人 都很厉害 我不要说 都很厉害 那些伪装 放在客厅 我有掛 不然你来看 我怎么可能去你家里看 掛那外套 警察都没关系 我就说你如果没有 我就補你了 補你身 不用補钱啊 害怕 有啊 有啊 很多啊 我们下掛幾个旗子 你去外面看 我告诉你 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旁边叫什么 那个在我们旁边叫什么 什么所在 有两间咖啡店 一间旧的 一间新的 一间新的 等以后 三个旗子把它掛开 行李变多好呢 美国人都在旁边那里吃 啊 又在台湾也是同样 在台湾的那个 常滨 有一间餐厅 也把它掛我们旗子 掛到自己 美国人都在旁边 美国人都在旁边那里吃 台湾人都在旁边那里吃 行李变得好 各位 掛旗子有效啦 那是保比啦 七月份 掛这些很好的 回去要掛啦 好不好 回去会掛 他掛手看 不掛手 你都没掛手 拿车的行划 要掛 你如果不掛 我给你八度听我说一次 我给你说 这个 你看 我在金门 我会看到这种意象 表示我讲的会很灵验 所以你的八度听我先跟你说 要掛好吗 好 今天 我只三分钟而已 没注意 没有注意之下 我讲到那段的 我在金门的雪雷史 我在中国 在那里 说我 有七亿五千万去料金 他没说 其实我不只 因为我在上海 还有一个大堂 上海也有一间 叫做上海 太平洋职业技术学校 土地都要到 在行刀的四间 都要到 中国共产党 现在不敢跟他没收 全部都保留在那里 他们希望说 有一天呢 我会 我会 他跟我在 听派嘛 其实我不会 我说 他要三千万美金 我给他说 我拿你三千万美金 我不会 比较好 我没拿 我也会比较散 反正我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很简单 我一个人吃饭 全家都吃饭 因此呢 我已经下正决心 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亚洲 没有恢复到正常地位 台湾人没得到正款 他不愿意休息 我相信 我们的楼梯 一定会帮忙 台湾民政府 让我们 紧张的时间 得到这个正款 所以呢 每一期在收饭的时候 各位你都会接到我们的简讯 每一期 下个礼拜是38期 拜托各位 回去呢 一定要 告诉你的朋友 告诉你的同事 或是礼拜的人 给他收饭 我们还欠两千万 如果每一次有250 250 各位 我就很松懷 因为 又存一千 有四百的改冠 我们就跟美国说 我已经有 两千名了 你可以检验 你要把政权还给我 那时候 大家开始要烦恼 因为要去做館 这做館 你不能愿意喔 贪污 枪毙 好不好 好 好的 举手 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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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同意喔 但是我有来跟您说 薪水一定给你 现主席的三倍 发的是挣台币 我们希望挣台币跟美金 对等 一块对一块 你如果没有台湾身份赠的人 四十万换一块 我们一定要做 好不好 好 我不相信说 他们那些人 没有要申请身份质 还要多久 你听我讲的 各位 那边多久 这个门口一定排队 你申请身份证 好 今天最后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起立 走